《逆經故事 墳掛六五 臨漢 風骨珍珍 墳掛六五 墳於幽緣 束白斬斬 淪 中吉 墳是敏捷 突出 瘀是烏鴉 一是反暴 被稱為孝鳥 幽 兩個小山 隱身起伏地形 緣衣物放在特定範圍裡 隱身特定用途的地方 幽緣是家緣 束 用繩緊索袋的兩端 隱身束縛 古代女子外出的陣是於腰左邊的白色色巾 《斬》 兩哥相向 隱身殘害 《斬斬》 是小 淺合 《倫》 口腔尚惡次稱 隱身低調 《斬》 蠶寵 在冬天不再吐司 隱身終結 《吉》 以肉制製 隱身吉祥 意思就是對家緣作出敏捷反暴 《斬斬》 就好像女子出去腰間的手筋 只是很少負擔 保持低調 最終是吉祥的 《斬斬》 明朝東國大學士林罕可解這隻牛的牛義 林罕1579至1636年 自實虎 浩鶴台 身於金門歐隆 父親林中皇 相傳誕生前夕有異仗 整個歐龍湖連續名廢 長達三日三夜 林罕七歲喪婦 跟改嫁母親 遷到洞口舍 在龍溪院成長進學 萬曆四十年 1612年 以龍溪席參加鄉市 萬曆四十四年 1616年 37歲的林罕進經應考 電視一甲第三名 喊花及帝 林罕是金門人 以龍溪席應考 成為電視金榜名設最高的金門人 壽漢林苑編修 是正七品官 官國子監師業 等同現在大學副校長 正六品官 後來升為國子監祭酒 等同現在大學校長 正四品官 萬曆四十五年 1617年 林罕在朝任官的第二年 家鄉張州庫一帶 發沙夏洪 沖毀水村 淹沒田園 再後果粒無收 土地荒謬 香茅流離 轉曬四方 當地官員發動百姓輕收寶林水利 事成之日 林罕應約提寫寶林水利悲記 高度評價 寶林輕收水利 榮溪中天體年間 權閹魏忠賢勾結 欺忠羽武客氏 善權亂證 棄艷昏天 魏忠賢到處搜過銅祭的器物 融了之後 同身施鑄存閉 中飽私囊 有奉承好事的小人 告訴魏忠賢聽 林罕獎領的祭酒監裏有多銅頂銅鋼 可以搬來融去 鑄造錢幣 銅頂是天子親臨視察學館的鎮 用來煮食的 銅鋼就是盛在防備火災用的清水 林罕不怕魏忠賢的權勢堅持不讓他拿走 當時很多人為了巴結魏忠賢 郭鳳仲德 爭著和他蓋祠堂 郭子監讀書的監生 六萬寧 宿領眾人 捧著碎帖 找林罕 林罕問他要做什麼 六萬寧就這樣說 如果功德這麼高 應該驚承在太陽裡面 樹打穿掃像 不知道林老 你覺得怎樣 林罕就這樣回答 你大家想想想 孔老夫就是大聖人 是天日讀書人的導師 禮法上 你所當然可以享有 好像天子那樣的尊崇地位 魏忠賢 只不過是一個神子 如果被他和孔夫似一齊並列坐 罵不定有一天 皇上親臨太學 來到這個廳裡面 放置聖先師孔子 神子大次次坐在上面 天子在下面撲拜 你們想想 這樣妥當嗎 你們覺得天底下有這樣的道理嗎 六萬寧一班人 啞口無言 六萬寧一班人 還不死心 將和魏忠賢 去一個祠堂 拿著寶 到處長務捐款 強迫林罕據名之詞 起帶頭錯用 林罕不屑地落起筆離 隨意在寶上面 胡亂地圖沒一番 當日夜晚 就將官帽 懸掛在靈星門上 持官歸隱 魏忠賢趁機魏造聖子 削了林罕的官席 林罕持官之後 回到漳州 在龍溪故里 移居到忠虎種 南情縣 豐田鎮 在永豐溪半 雜地興建土樓隱居 兩袖清風 過著鐵彈鄉居生活 清貧道日 其間和王道州 隨和客 結為知己 他們或探到時事 或譚詩論字 傳為佳話 林罕在朝為官 清廉宗席 霸端引居之後 重視家鄉建設 龍口舍處於九龍江邊 經常有水患 林罕昌義興建水利 觸霸引渠 當時 海上武裝集團勾結倭寇 入親海情 龍溪一帶 林罕向漳州知府 杜倫旗建議 在西齊山和鶴明山之間的合谷 見到一個關係 泰兵把守 以保衛東鄉和漳州城 杜倫旗接立建議 但只劃地基 城還未建成 他就奉調離任 建成的事就割置了 純禎二年 1629年 施邦耀接任漳州知府 在當地鄉新陳天定 和李仁王必彪的支持配合之下 在萬松嶺上興祝關城 當年完成 萬松嶺是古代進出漳州必經的藝口 由一夫當關 萬夫莫迪之勢 被稱為敏南第一關 關上城牆 全部工整長方形 包括岩石砌城 上面有砲岩沙門 碟高可以見到海 長體前面直立後面是台階式 整體平面 呈特自形結構 全長第一百米 城高15米 城門闊9.1米 上長體寬4米 東面底座闊5米 城長上面 陷入了石環扁 駐有林刊親手提寫的天保維緩 四個雄運有力的佳書大志 意思就是上天保佑這個關城 永遠穩固 關城建成之後 施邦耀在關城旁邊 見了一座堆雲鞩 有一座亭 被往來行禮停歇憂 臨漢讚寫 施工伸足萬松關記 以記其事 天曦七年 1627年8月31日 明熙中離流 一日朱子早邀 為趙五弟信王朱尤檢 即帝位 視為明師中 第二年改元崇禎 崇禎元年1628年 崇禎即位 剷除閹黨 是忠元一班人被處以極刑 皇上清一臨漢 風骨珍珍 拔作禮布侍郎 定三品官 兼士讀學士 鄭之龍原本的名叫鄭一官 以台灣金門下門等島嶼為基地 劫入福建和廣東蘇地 明朝官兵疲於奔命 朝廷多次招安 但都被他拒絕 崇禎職位之後 鄭之龍有投降接受招苦的心 臨漢下屬穿著附會 向朝廷表揚鄭之龍的功績 移了一篇叫做 《義士鄭之龍收鄭一官有功》的奏章 報請朝廷 農工授職 臨漢不知鄭之龍就是鄭一官 批准授官職 九月鄭之龍受苦於福建秦府洪文參 率暴中三萬多人 選擇千幾首韓名 照受海防游擊 任五府游擊將軍駐安海 適逢臨漢五十歲生入 鄭之龍送千金作為賀禮 臨漢拒收回書 成人之美君子也 恩之義為利小人也 鄭之龍探服臨漢連結自首 臨漢妻子楊氏過世 皇帝宋綱、寶劍、令奇混返家鄉 下達口月 路上遇到左蘭 可以斬了一船拆了他的屋 臨漢為免鄉民受到滋擾 由水路將妻子為體 和皇帝所制物品混返家鄉 崇禎七年、1634年 臨漢在文華殿 陳述、用人、理財、靜構、靈鞭、四冊 得到崇禎皇帝賞識 拜東國大學士即宰相 專稱為林國佬 崇禎九年、1636年 有一日 臨漢向崇禎皇帝半讀講課 崇禎皇帝隨口問 不知道鄭之龍和鄭一官 到底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呢? 臨漢一聽就出事了 他只可以這樣講 鄉你的事 不能詳細知道 請等我查實之後再回咒 臨漢回府查問 知道鄭之龍就是鄭一官 自己當日批准受鄭之龍官職 犯了欺君大罪 5月30日 吞金自殺 終年五十八歲 崇禎皇帝想不到 臨漢自尊心和自責是這麼強烈 感嘆不已 念他一生連結奉公 如是似淡薄寧靜 忠正和平八個大志 臨漢師傲文目 在墓碑上面提 慈孝成恩四個字 墳墓最初葬在倉門 後來殲密洞口社 即今日張州理工學院校內 墓座北向南 面寬三米 墓前原本有比氣的基碑 石屍石羊 但都已被洩走了 洞口社學名堂後側 第100米的後壁山 有臨漢和他媽媽陳太夫人 許妻子楊氏合葬墓 臨漢的爸爸臨中和的墓 和臨家的墓葬群 臨漢墓現在列為 農民區民物保護單位 臨漢家鄉官道上 立三間五層石房木的牌坊 單然無墊頂 曉良是魚尾狀 正隻微狐 正中牌匾 兩面鑄有淡薄寧靜 中正和平 1982年6月15日 公告列為第一批軟級民物保護 頂樓和角樓的雕色民物明顯失洩 附近配合經濟開發大興土木 滑揭土坊 危及排流地基和單塔之餘 2001年列入福建省第五批省級民物保護單位 張州理工學院校員一宇 是臨漢人民園 是一座以中正和平房為軸 以黃花莉等名貴樹木為福的人民園 整座建築 是三間五樓十二柱式的石購房 以青石和白石相近建造 正樓四波頂的鹽角都有自然瀟灑起竅 方向雕刻裝飾 精細巧究 中陷純精遇刺 中正和平淡薄寧靜 臨漢新平氏跡的石扁 2011年 張州理工學院董事長林初江 赤之百萬 重修牌坊 崇禎十五年 1642年 臨漢門新 在洞口舍口 立臨漫木工理門牌坊 牌坊是南北座向石坊木結構 高4.8米 免復6.8米 四處三間充天式 是張州目前發現唯一僅存的明代理工 張州南請豐田鎮古樓村也一座國老樓 是臨漢小過讀書的地方便於明純經年間 清漢氣年代曾經整修過 是一座胡形土樓 坐西北向東南 樓裏面見有上寶卿林家公寺 19807月南正宴人民政府 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臨漢清正廉潔 務實為文的作風 贏得家鄉百姓的崇敬和哀戴 到現在 在原屬的報民鎮 即是報民鎮 南前鎮 十一個臨勝村莊 都輪流張臨國老的畫像 迎請到各自村中的祠堂 龍流祭拜 一代全一代